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的马里奥 这款马里奥呢国内一般翻译叫做传送门马里奥 但是今天大叔只给大家演示其中的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在这里 这是选项了 这里能够设键位 能够改人物的皮肤 能够设定音乐 滤镜 还有垂直同步 这就是修改的现象 可以把马里奥的体型改变 咱们改成什么样了 进入游戏看一下吧 马里奥这个帽子很特别啊 好就改成这样了 马里奥变得特别巨大 这个巨大化之后呢 它有一些特性啊 就是它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剔碎 然后你如果想进一个桶的话 你要从侧面进 这样就进来了 否则它跳到桶上边呢 就把桶给踩碎了 然后过关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点 因为很多桶是怕踩的 踩没之后呢 就进不去了 回头一脚 还把旗杆蹬碎了 第二关 这是怎么进去的呢 这马里奥的帽子啊 你可以给它盖 一共大概有20多种帽子 我天上天了 这个砖也不知道结不结实啊 出来直接就把旁边的桶撑碎了 马里奥手里拿着的就是传送门 这个传送门呢 有一些特别的要素啊 那超大化的马里奥呢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儿 咱们直接打第八关 看一下他打库巴呢 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里就可以直接冲了 这个马里奥的特点呢 就是两个格是掉不下去的 因为他特别胖嘛 两个格的空 他是掉不下去的 所以很多地形 原来的马里奥需要跳 这个超大的马里奥就能直接冲过去 这里的地形呢 我改了一下 这种两格的就可以直接冲 游戏是自带了地图编辑器的 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更改美观的设置 包括增加宝物啦 更改地形 添加敌人等等 两千分 八关 这个弹簧 咱们是可以用的啊 弹簧是可以用的 好 直接弹到上面来了 这竟然能够 哎 这个炮弹啊 是不怕的 随便打 随便打 打不死 老痒痒一样 后边一堆炮弹在追我 这种大坑还是要跳的 这马里奥还是怕坠落的 我的天 你站着不动 我就可以贪分啊 又挨了一发炮弹 一发炮弹是200分 站着不动可以贪很多分 直接把这炮推平了 谁也不怕 只是怕自己把自己弄死啊 就是把脚底下的砖踩碎了 自己就掉下去了 所以说你腿不能停啊 一直要跑 这样八关四了 快啊 要面对库巴了 库巴此时心里是崩溃的 八关四同样 地形我也改了一下 这不改呢 超大化的马里奥是过不去的 进不了桶 主要是 一出来桶就碎了 就像这里 你必须把这铺平了 它才能创建 否则没法弄 下水啊 这个马里奥游泳 行刀具有破坏力啊 不怕烫啊 不怕烫 游泳 咱们要精准的进那桶里啊 别把桶烫碎了 烫碎了就过不了关了 好 前面就是库巴的 库巴所在了 直接撞过去了 然后就 哎呀 这个体位 比较合理的解释了帽子的颜色啊 那好吧 那这样一款传送门 马里奥的巨大化模式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 这款传送门 马里奥呢 它的传送枪也是非常的有趣的 如果大家想玩的话 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资源 另外呢 它还可以更改地图 还可以进行很多 个性化的选项 以及更多的修改设置 这都是原版的马里奥没有的 这都是原版的马里奥没有的